看這篇文藝選天 先把選項的詞性抓一抓好 A選項 ruin 極無動詞 或者是名詞 B visit 一樣道理 可能是極無動詞 也可能是名詞 C neglecting ing Drew lower 可能是形容詞 也可能是極無動詞 極無動詞叫做降低 形容詞叫比較低的 Easier 形容詞比較低 Responsibility 名詞 Chronic 形容詞 Key 名詞 也可能是形容詞 那如果名詞的話 你要講什麼什麼的關鍵 後面加上 to 加上 ing 或者是其他名詞 Promote 極無動詞 Achieving ing 好 選項說 Good health is not something you are able to buy 好的健康呢 不是你可以買的 Nora can you get it back with a quick 什麼 to a doctor 也不能怎樣 你是去 先看這邊 A 後面加單數可屬名詞 形容詞後面加名詞 所以很清楚這個必須要給我一個名詞 而且是要單數的 而且是 A doctor 一個醫生 健康不是你能夠買的 意思是說健康沒了就沒了 好的健康沒了就沒了 而且呢也不是你怎樣醫生之後就可以拿回來 你去看醫生 所以這邊需要名詞表達看 名詞表達看 答案就是 B 啦 你去找醫生 答案選的是 B 哈 Keep yourself healthy has to be your own 什麼 讓自己健康必須要是自己的 什麼 所有個 你的 後面加名詞 on 是形容詞 後面加名詞 所以很清楚這個給我一個形容 呃對不起 給我一個名詞 名詞剩下誰 必須要是自己的什麼 自己的責任嘛 只有自己可以把自己身體給顧好 If you mistreat your body by keeping bad habits 如果你呢 養成不良的習慣 我們講說 keep 加上 habits 表示養成什麼什麼習慣 如果你沒有善待自己的健康 然後養成壞習慣的話 控格 symptoms of illness and ignoring common health rules 這題超簡單的 ing 痘點 痘點 and ing 這什麼道理 三個東西的並列 所以這一個請你給我一個ing 而且要急無動詞 好 再來 這變什麼意思 如果你 沒有 就是你養成壞習慣 空格 那你再看這邊 忽略了健康的一些法則的話 所以這邊還是要講對健康不好 所以對健康不好 還有什麼名詞 當然選應該是 還有什麼ing 對不起 還有什麼ing 當然選應該是c吧 忽略了一些疾病的徵兆 就是沒有善待自己的健康 所以選的是c忽略的意思 symptom叫什麼 叫做症狀 所以最後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最好的藥都沒有什麼用 第二段說 nowdays health specialists 一些健康方面的專家呢 控格 the idea of wellness for everybody 這些健康的專家他們怎麼樣 這句話需要一個 整句話有句點 缺少動詞 所以這個必須要是動詞 而且後面加上idea 售詞 所以要給我一個集物動詞 而且整段是用現在式 我的主詞是複數 所以我需要一個圓形 集物動詞 而且後面可以搭配idea 好 原型幾乎動詞 有誰 有a ruin 有b visit 有珠 lower 還有i promote 這四個 專家怎麼樣 每個人身體的健康 所以應該是提倡 答案選的是i吧 你不會說破壞了 造訪了 降低了 答案選的是i wellness means 空格 the best possible health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body 好 這種身體的健全呢 它的意思是什麼 那你就要想到mean的用法 mean是一個集物動詞 它後面可以接 普通的名詞 ing 跟vers字句 那我們檢查一下 空格這邊開始 你沒有看到動詞吧 the best possible health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body 所以這邊沒有出現動詞 這一個就不可能了 因為它是名詞子句 它必須要完整 你沒看到主詞 也沒看到動詞 所以不可能是這個選項 剩下名詞跟ing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邊是the加上名詞的喔 所以這整段已經是名詞片語了 那我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不可能是形容詞吧 如果形容詞要放在the後面 所以第一個選擇也不可能 剩下就是ing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給我一個集物動詞的ing 後面才可以加上這個名詞片語作為受詞 那ing剩下誰 答案就是這樣 達成最好的健康狀況 所以這題同學一定要知道mean的用法 後面也可以加名詞ing跟that字句 因為35格開始這邊 不符合that字句 也不符合名詞 所以我們選的是這個選項 所以這種健全的什麼意思 就是達成你身體限制範圍之內 最可能的一種健康狀態 one person may need fewer calories than another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一個人呢可能需要比較少的卡洛里 相較於另外一個 因為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再來 some people might prefer 好這邊複習一下prefer的用法 prefer先加第一個名詞 然後加上to to是解析詞 再加第二個名詞 表示比較喜歡前面這個 比較不喜歡後面那個 那這邊是什麼東西在比 後面是比較具有挑戰性的運動 所以前面一定選比較不具有挑戰性的運動 這樣才會比較 alala 封面加名詞 名詞在這裡 所以這個需要給我一個形容詞 形容詞表達比較不具有挑戰性的 答案選哪一個 不會選豬喔 豬表是比較低的喔 如果形容詞表是比較低的 沒有人講比較低的運動 所以我們選的應該是 1 Easier 比較簡單的 好繼續 這邊你就自己看 我不想看了 understanding the needs of your body is the 了解身體的需求 是什麼 the 後面加名詞 所以必須給我一個名詞 那上一段講什麼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了解身體的需求是什麼 關鍵 所以這個最好 因為需要名詞嘛 名詞有ruin 有visit key 沒了 responsibility 所以最好的是什麼 關鍵 everyone runs the risk of accident 每個人都可能會有 run the risk of 這個片語 值得同學背起來 叫做會有什麼什麼的風險 每個人都會有遇到意外的風險 and no one can be sure of avoiding什麼 disease 沒有人呢 可以 be sure of 叫確定 確保 避免什麼 避免什麼 avoid 這邊就要想avoid的用法 avoid可以加上兩種東西 第一個是普通的名詞 第二個是動名詞 所以你回到38格 這個我覺得不好選 第一個它可能出現的是名詞 所以可以搭配後面這邊的disease 第二個它可能出現極物動詞 vt 的ing 極物動詞 然後後面加上名詞作為受詞 好 所以這個可能要選形容詞 或者是極物動詞的ing 形容詞是誰 lower 比較低的 可是我們不會講比較低的疾病 g-chronic 叫持續的慢性的 像癌症這樣子 是一個好的選項 那幾乎動詞的ing 忽略疾病 還是達成疾病 好像都怪怪的 所以答案選的是g-chronic disease 像是癌症啊 高血壓這樣子的 never the less poor男兒 不好的飲食 壓力 還有不好的工作環境 還有這些輕忽 不在意 can什麼good health 極物動詞 後面加上原型動詞 而且後面有受詞 所以我要極物動詞的原型 那這邊講是說 飲食不佳 壓力 工作環境不佳 跟你輕率 你輕忽 不小心 可能會怎麼樣 那應該就是 A吧 可能會傷害你的健康 by changing your habits or the conditions surrounding you 藉由什麼 改變 你的一些習慣 或者是 你周遭的環境 surrounding you 好 叫你周遭的 有些書會把 surrounding 當成是 關係直句的簡化 也就是 which surround which surround you 然後關係直句簡化 which去掉 主動ing 有些書甚至直接告訴你 surrounding 當成介系詞 表示在什麼什麼的周遭 所以這個用法同學要特別注意 周遭環境如果你要名詞要加s surroundings 才對 這樣才是名詞 好 所以藉由改變習慣 或者是你周遭環境 you can summon the risk of reduce the damage of disease 你可以怎麼樣風險 或者是呢 降低 疾病的傷害 所以這邊應該講的是 降低 得到疾病的風險 降低選的是 主選項 lower